我以前肯定不敢相信 有一天我会坐在镜头面前 亲口说出自己青春时期 拼了命都想要隐藏的贫穷羞耻 那个读书时 因为家里住得太差 从来都不敢邀请同学去家里玩的我 恋爱时 觉得自己配不上对方的我 买东西时 小心翼翼 怕太贵 又怕被别人看不起的我 在慢慢地和那些自卑敏感和解之后 事业 爱情 原生家庭 都开始往好的方向 飞速前进 所以今天 我想把对我来说很有用的 跟贫穷羞耻和解的三个逆袭心态 分享给你们 小时候我爸生意失败 欠了很多钱 虽然家里一直过得很辛苦 但是父母一直是在能力范围内 把最好的给我 凑钱也要送我去学跳舞 持穿上也是一直体体面面的 所以我的同学们并不知道 我家里的经济条件 直到初中有一次 我妈妈去学校里给我送饭 那个时候起早探黑的妈妈 是完全没有时间和心情打扮自己的 我同学问我 她是你们家保姆吗 我到现在都还记得 当时那种心被揪着紧紧的自卑感 我承认 那个瞬间 我想过撒谎 但我真的超级无敌 感谢那个14岁的自己 她忍过了最想撒谎的瞬间 而且提高音量说 那是我妈妈 也就是那次我才发现 有一些自卑了很久 以为会像是刀剑一样伤害自己的事情 一旦坦坦荡荡地说出来 就像是把那把能伤害自己的刀 握在了自己的手里 我好像多了一把武器 那次之后 我开始跟我的好朋友 说起我家里的事情 发现并没有被看不起 还得到了一个 可以交心 且一直玩到了30岁的人生挚友 我说的不是亲情上的结盘 而是经济上的结盘 我回想起来 我最敏感自卑的阶段 大概是初高中阶段 因为那个时候 想要做的任何事情 都需要找父母要 其实处在这种 跟原生家庭深度捆绑的年纪 我们会因为父母没有钱 而感到自卑羞耻感 是很正常的 绝对不是说你有多虚荣 或者内心不够强大 但在这个时候 我想告诉你一个新的视角 如果把你的人生 想象成一个剧本 那原生家庭 只是前两集的基础设定而已 前期给你设定 所有的困难跟问题 都是为了帮助你这个角色 变得跟丰满跟耀眼而已 等你读大学了 工作了 开始经济独立了 才是整个剧本正文的开始 也就是说 最精彩的剧集 是由你自己去创造的 长大以后 是会经济独立的 喜欢的东西 都是可以自己买的 你只需要在 还没有足够大之前 先坚信着就好 说实话 哪怕我现在三十多岁了 也没有办法说 完完全全地摆脱 贫穷羞耻的心态 甚至我回头看 那个甚在我心里 永远都无法消除的 那一点羞耻感 好像是这么多年 一直督促着我的一个动力 我从上大一的时候 就开始周末兼职教跳舞 大二的时候 开始跟学姐一起接商业 大三的时候 在校内创业 开寿司店 毕业之后 开舞蹈班 考瑜伽教练 做兼职模特 尝试自媒体 我可能比童年人 要更早地在思考 赚钱 省钱 存钱这件事 我甚至暗自较劲 想着让父母 过上好日子 让他们在朋友 面前有面子 可能在很多很多 工作很累 想要放弃的时候 是这份羞耻感 陪我停了过来 既然从小就生根 在我心里的 自卑和敏感 永远都没有办法 完全消失 那我就把剩下来的 那一点 当作是利于我的 好的羞耻 很奇妙 就当我想通了 这一点之后 我好像突然间 就真的能跟 青春期 那个别扭的自己 彻底说再见 我知道 这样的一篇视频 可能没有办法帮你 一下子摆脱贫穷羞耻 但我想让你们看到 有一个 曾经自卑敏感的小女孩 终有一日 她慢慢成为了 自己喜欢的样子 过上了想要的生活 而你 也一定 可以